多謝大家回到Ask Kenneth 我就是教練兼運動員Kenneth 一開始的時候,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健身訓練提示 我昨天出了個帖子,就是說 如果你是初學者,在訓練的時候 感覺不到肌肉是否正常 完全正常,如果你是初學者的話 因為你都沒有肌肉 那又如何去感覺呢? 所以做初學者,一定要做好自己 基本技術 控制好節奏 Tempo 慢慢續續續續,然後進行 Progressive Overloading 然後慢慢的肌肉就自然會增長 例如,我感覺不到背 背肌其實是很困難的 那怎樣才有背肌呢? 你慢慢加重 因為肌肉是要有Loading才會加到的 不是說,就這樣放在手就感覺到的 不是的,你要給肌肉增長的話 你一定要增加重量 增加intensity 肌肉才會增長 你不可能呢 我說,我上年一向都是做這個重量的 那我今年都是做這個重量 或者我十年前都是做這個program 今年也是做這個program 我平時也是做,譬如當 我做pull up 我做十下的 今年也是做十下的話 Nope,不行 你起碼都要做二十下 然後之後 二十五,三十,三十五,四十 慢慢加上去的 無論是加reps也好 加重量也好 都是progressive uploading之一 OK? 那大家要記住這件事 還有呢 千萬不要經常去轉換program 你不需要shock the muscles 不需要 對於初學者來說 基本上我們做一些基本事就可以了 基本事 不要做些fancy 好gimmick的東西 不需要 越fancy的東西 其實越是噱頭 gimmick 虛假的 OK? 不需要 做好些基本事 就算一個很簡單 很basic的program 只有六個SSR 只是做好它 慢慢進行progressive overloading 那就可以了 當然 以一個接近完美的技術去完成 OK? 每一個訓練 然後呢 你就可以有個result 還有intensity不需要太多 RPE 8-9 不需要去到failure 就算RPE 10 都未必需要 OK? 甚至乎 不要說failure 不要想到去到failure 記住一樣東西 當你的訓練 不是說很辛苦的話 其實就會容易些 去keep consistency 就像初學者 不計運動員 現在不說運動員 如果那個難度太大 每次都是很辛苦的話 其實你已經有個東西 阻礙了你 去繼續訓練 因為你一想是 嘩 這麼辛苦的 你都不想訓練 是吧 所以呢 做訓練 不要去得 不要push自己太過辛苦 是要train hard的 但不要讓自己太過辛苦 不要去到failure RPE 8-9 我覺得已經很好 對於一般的人來說 你只要肯train 肯做 其實你的身形自然改變 當然要配合 休息 和配合 飲食 OK 這件事是非常之重要的 還有一件事就是 當我們設計訓練計劃的時候 最重要是找出自己的弱點 是什麼 哪個肌肉是比較弱 就集中做 就不是說 人人說做chess做三次 就一個人做三次chess 如果你的背是相對的比較弱的話 為什麼不train 背三次呢 如果你的腳是很弱的話 為什麼不train 腳三次呢 當某個肌肉train多了的時候 其他肌肉就要減少了 譬如你的bicep已經很強壯的話 那需要不需要做bicep 一個拜三次呢 未必需要 可能是一個拜一次 留一點時間 留一點彈藥 去做其他的 muscle group OK 好 我們不妨去看看上個星期啦 我訓練的情況啦 上個星期就11月27號的 十星期一 哇 這個program 這麼囉 做什麼呀 10個single的snatch 我做了5個205 沒有miss 沒有miss OK 很好 我覺得感覺非常之好 get under 很好 lock out很好 完全沒有miss過的 做完5個205之後呢 我做225 我做了兩次而已 那我覺得已經很好 很好 很好 OK 那大家看到啦 extension OK 然後落夠 我覺得是 第一次我做這個program 我是比較滿意的 我是滿意自己的表現 我雖然撕了兩次 那我覺得 準成度都算高的 對我來講 是呀 那希望可以下個禮拜 keep這個performance 去做啦 好啦 然後 11月28號做clean track 又是10個single 那這次我會做265 一 10個single 你看到我 這隻手都是一般的 那個lock out 都是一般的 是呀 OK clean一定沒有問題的 clean一定沒有問題的啦 OK 現在是差一個jerk 這個jerk呢 我的最大問題就是 後腳腳針應該要升起的 我經常一隻腳針呢 經常踩著地下的 其實 會不會是因為我的dorsiflexion 會太過好呢 所以其實是 沒什麼所謂呢 我就不太好知道 其實最緊要不是隻腳 最重要就是 我兩隻手一定要lock out 不要press out 一press out就 no lift OK 做的時候呢 我會想著 雙腳踩實地下 pulse地下 然後分腿 希望呢 第高前腳 即是右腳呢 我的右腳呢 有些人反過來的 沒有所謂 哪隻腳都可以 你習慣 你的習慣呢 就可以了 OK 千萬不要亂按去做 做完10個single之後 這樣做什麼 bench pass 321 上個禮拜 今個禮拜 今個禮拜 哇厲害了 我好久沒試過做295磅 295磅 我是完全沒試過的 上個禮拜 剛剛好做了295磅 好久沒試過 其實我最重呢 是做三餅 315 那我上個禮拜 就是做什麼呢 三下225 兩下255 一下265 一下265 Wave 1 Wave 2 就是三下235 兩下275 一下295 一下295 哇 太盡了 那我295 我當然是找兄弟 過來 OK 不懂的啊 師兄過來幫幫忙 sport 那我覺得 你一定要找人sport 你不要 先找人 喂 幫我幫我 這樣就非常之尷尬 OK 明白嗎 所以呢 寧願 叫師兄過來 喂 看著 看著可以了 不要sport 看著而已 這樣就會好很多了 OK 做完那個bench press 之後我會再加個dumbbell press 下去了 到29號 星期三了 哇 這一天真是拿命 是拿命啊 十個single snatch 再加十個single clean and jerk 我做225的 嗯 不是太好 我不是那麼滿意 今天的表現 我不是那麼滿意 雖然我做到十個 但是 我miss了很多個 所以 我不是那麼滿意 我希望這個星期 可以再做得好些 翻桌 自己 OK 可以 其實miss少些 其實已經是進步了 OK 其實225不是我的最好的 225不重的 我是那個catch的position recieveling position 做得不好 不夠穩定 所以就 差點 不夠consistent 我的performance 是 有時做到 有時做不到 那我是不滿意的 雖然我做了十個 但是 不準 我不滿意 是做到 但是 overall來講 我不是太滿意 上個星期的表現 當然 做完snatch以後 我以為自己散了 接著 再做275 的killing jersey 就是125kg OK 那出來後 是OK的 沒有miss的 都有力去做recover的 其實做完之後 我心想 死定了 一定的腳 應該幾天都走不了 應該 因為cns都用完了 基本上 OK 但是出來都OK的 比我預期中 不是那麼差 OK 都是focus focus 然後 推牆上去 摺著 摺巴 頂著 記住 4個字 頂天立地 OK 那做完之後 我沒有做squat 原本就有squat 我說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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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做squat 我做一些nickle extension 就算了 OK 但是 那個killing jersey 我覺得OK的 越做越好 我最後幾下 那個receiving position knock out的好一點 最後幾下 然後 12月1號 星期五 一開球 就是snatch banners 那我由185開始 做了兩套 三下 OK 兩套 三下 185 之後再做 兩套 三下 195 先做205 那我現在看到的video 就是205來的 OK 其實辛苦的 三下 三下真的好拿命的 是啊 我真是拿命的 但是要記住 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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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position 在哪裏 還有snatch balance 對於我的lock out 是很重要的 那你記住 鎖住你的mid section 你的core 如果你的腹肌不鎖住的話 一定是 沒有可能接得到 或者 只能接得到 都未必上得回來 OK 就是這樣了 那做完snatch balance 之後做deadlip 好久沒做過deadlip deadlip我就做到 去365磅 165kg 6下的 4 set 6下 都不是太大問題 其實 deadlift 對我來說 不是太難的 基本上 只要你不是做 weightlifting的話 壓力 指數都會比較低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 165kg 的rp 我想也是7度 所以不是太大問題 對我來說 對我來說 有什麼技術 最重要就是 打開你肩膀 engage 好像 有個橙在那裡 握爛個橙去 夾緊去 夾緊去 OK 你的lead就會很緊 但和牙 Unfortunately, why don't you anticipation is anxious 就是要保護你的spy 你的spy一定要保持著Neutral 你就唔好了 所以在 Death lift來接我 Jimmy 我建議た領你的腰一定要Nutral neutral Spy 你是姿度是少許藏桥 不要太多 users 但我們課是要不要拍兩座 這是我教我的運動員,就學生師的技術 不可以少許藏桥 因為太容易受傷 我要保護 我希望可以減低受傷的機會 之後做完 Dative之後 我會做Smip Machine的Bench Pass 你會見到的 我會碰到這裏 Chest Pause 接著上 Pause 接著上 Slow Tempo 再加一個Pause 哇!那個Chest 好硬好硬 超硬 然後做完之後 我做個Posing 哇!做個Side Chest 和Side Triceps 哇!那個Chest 我看自己的鏡頭 我覺得自己好像變成另一個人 哇!超硬 而且這幾個星期裏 我做Chest 很明顯 很好 分別很大 很大 未夠12個星期的 但我已經看到Chest的Side 是大了很多 那我基本上 過了12月 1月 1月我要開始Cutting 因為第一個比賽 就會在7月舉行 OK 那星期六 我都有動過 早上 那我做背 博 這樣 那到星期日 我就和我家人去做Gym 這樣 那我都繼續 就是這樣 希望我可以 influence 我的兒子 就是我記得 如果你叫小朋友 或者青少年去做Gym 第一件事 家長 一定要先做 一定是的 新教 你不可能叫你坐在家 看Nephes 然後叫我兒子 喂 要做Gym 做到運動 不可能的 你一定要以身作質 你自己去做 做爸爸的話 一定要自己做 我做 給我兒子看 我叫他 特意站在後面 當 sport 我 鼓勵我 說些東西 Come on Push 我希望他可以做到 這件事 這件事都是我自己的 心願 或者是一個 dream 那現在 簡直是夢想成真 dream come true 為什麼呢 因為我小 就是我 他小時候 嬰兒的時候 其實我已經有希望 和我兒子一起去做Gym 一起去做Bench 一起去做Squad 那樣 那樣 我真的很想去做 那現在終於 做到出來 那希望他能夠 就是 無論他日時 是不是做運動員 都好 不要緊 Keep住這個 健康的 lifestyle OK 就是這樣 那一樣 Keep住給他做 我們會做了一個 做了三個 特意的日子 不簡單的 做了 dumbbell press Inkart的dumbbell press 然後做了speed machine 的bench press 然後再加一個pull up 三個動作 那大概做了一個小時 我們三個輪著 這樣做 但是我希望我可以做給 除了做給自己之外 希望我可以做給兒子 去看 去follow 這個東西 我覺得是重要過自己的 training 那pull up 有甚麼 為甚麼要做pull up machine need support 為甚麼不只是做body weight 我只是覺得 因為星期日是我的休息日 即是一個休息日 我不希望在我的休息日 都去sweet on我的CNS 因為你用machine去做 或者need support的話 其實你的CNS 是比較用得太低的 save more CNS 即你的central nervous system 去星期一去做training 那是最好的 那我可以做machine的話 可以感覺多一點我的肌肉 focus在mind muscle control那裏 就不需要打爆了自己的肌肉 我希望可以做完之後 用muscle pump就可以了 不需要destroy我的CNS 留回我的CNS 星期一去做舉衷的訓練 OK 如果大家對於 nutrition 和訓練有任何問題的話 請DM我 那我就可以在下星期的 youtube那裏 去為大家解答任何問題 Peace 小炙一個 小炙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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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炙灘